其实第一次下单 它下单的车型是一台奥迪R8 大概是50到60万的预算 想体验这种威时的感觉 找车的话可能只能找这种老款车型 找了一段时间以后确实没有发现比较好的车 第一个保管量比较少 第二个年份比较长了 然后车祸也增次不起 美好的 同等的预算可能能买到一台兰波基因的小牛 是不是小牛这个方向我们也能去找一找 找车的过程中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以前跟我们合作过的一个车商 那车商是在贵阳 它跟我们包了一台车 一年的LP560-4 所以我们就决定出发去贵阳看这台车 刚刚这安检啊 那个过了两遍 安检这个小妹妹估计不认识我这包里有个东西 巧棒 还可以175 远的 我们助理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去车行去看这台车 但是他们我们来太早了 他们这里还没人 只要看就给他小牛 其实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台车的时候 这台车信心不是很足的 它的外观加了一些碳纤维的包围 然后内饰呢 就去内饰 内饰也加了一些碳纤维的包围 碳纤维的装饰 那这些碳纤维的装饰其实视觉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然后改这些东西呢 没有那么精致 但是呢 既然来这么远了 可能把车看完 那其实在看车的过程中呢 其实发现这台车它也不是一无是处 它也有很多优点的 我们看下来这个车的漆面确实是ok的 应该差不多就一到两个面做漆 那虽然做了那么改装 但是这台车之前用的情况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事故 这些是肯定的 然后因为改装这些东西呢 有些螺丝的拆卸 对这些超跑来说啊 这些超跑来说 有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原厂出厂的工艺就是需要调整间隙或者干嘛的 尤其对这种意大利的跑车来说 其实原厂出厂的工艺并没有那么精致 所以当时对这个右前翼子板这块是有点就是有点争议的 看完整体以后 肯定要更进一步的去看嘛 当时我们到了这个修理厂 把那个前面全部全部都拆掉了 拆掉以后才能看的就更仔细一点 那前面拆掉以后呢 整体的主框架 包括这个翼子板这边内衬也都看到了 确实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灯呢 它有修复痕迹 但是整体就是整体的前部是没有什么事故的 把它拆开以后就一目了然了 什么都一目了然了 然后底盘升起来以后呢 对这种超跑来说 底下没有太过多明显的这种寡寸 已经非常不错了 就发动机啊 变动枪这块 这个都非常的干爽 就看到两根前减阵有渗油 它是带那个底盘升降的 前面可以升起来 我们试了那个底盘升降是没问题的 只有这个渗油 换一个紧承器 但是这种紧承器也是能够做修复的 外面应该能做修复的 修复了应该比换整个总成要便宜不少钱 那个时代的跑车来说的话 6MT MT的那个变动枪 变动枪是比较顿做的 就是在一档二档就是往下比较顿做的 然后整体这个车开起来的感受呢 其实也ok 我觉得 就是驾驶感受 当然没有后续那些双离合的车型那么那么那么优秀 但是毕竟炸个摆字 那个时代就没有那么好的变速箱 都是这样的变速箱 有一个阀门控制 你开一下阀门 这个是把阀门打开的状态 这台车其实往上 车上是想卖到60往上的 网上挂63万多 然后他自己对外都是报60多 这台车最后我们是因为刚刚开过一次合作 然后后来呢 一直在跟他磨价格 就是磨到合适了才够去谈的 最后是应该是58万多 是帮客户赚取到这个价格的 那这台车因为有一些小的改装 然后购物次数有一切 但是这种超跑来说的话 购物次数也是也不太重要 因为大部分来说的话 购物次数都非常非常多 如果购物次数的话都是天价的 但不像我们买这种家务车来说的话 你可能关注几个漆面没有做漆 这事就结束了 对于这种老车来说的话 漆面其实已经算是可能最不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只要没有大的事故 整体品OK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它机械素质是不错的 这也是客户很看重的一点 也是我们很看重的一点 客户在深圳那边动车 我们车直接从贵阳发到了深圳 在我们深圳站做了全套的检查 最后的之前检查和整备 其实也没有太多需要整备的地方 对于一些追求性价比的客户来说的话 它类似于我们今天淘的这台小牛一样 它有一些小的瑕疵 但是确实比就是正常行情便宜很多 这就是一个性价比的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赞评论和转发 这将激励我们创作更多有趣的进车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